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是美西时间12月4日 欢迎收看第二期的万维独报 我是Jennifer 最近中共接连遭受重击 国际社会几乎形成了联动 纷纷针对中共出台各项措施 当地时间12月4日 在英国伦敦举行的北约峰会讨论 如何应对中俄军事力量 并发表了联合声明 峰会随即闭幕 报道称这是首次在北约峰会上 正式讨论中国问题 联合声明明确指出 应对影响力日渐壮大的中国 是北约需要合作解决的问题 联合声明写道 中国影响力壮大和国际政策 是北约盟国需要共同应对的机遇与挑战 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 4日在峰会结束后的记者会上 针对中国研发射程范围 覆盖欧美的长距离导弹仪式表示 认识到中国的崛起是重要的一步 他还说 北约同意在安保等问题上进行合作 他同时指出 必须找到让中国加入军控协议的方法 12月3日至4日 北约峰会在英国伦敦郊区举办 以纪念北约成立70周年 预计会议将通过一项 有关因应中国的行动计划 斯托尔滕贝格在会前公开表示 中国崛起给北约成员国带来新的机遇 但北约需要关注中国军事发展 中国从北极到巴尔干等地区的活动 以及对欧洲基础设施的重大投资 他特别提到 中国拥有世界第二多的国防预算 最近展示多项新型现代武装力量 包括能够到达整个欧洲美国的远程导弹 斯托尔滕贝格强调 北约不是在创造出新的敌人 而是分析和理解 以平衡的方式应对中国构成的挑战 他说 为了应对这一系列挑战 北约已经更新了包括5G网络在内的 通讯设施的底线要求 并达成一致 北约还将继续确保在5G通讯 以及重大基础设施等领域的安全 因为这对北约的军事行动和日常生活非常关键 北约掌管的范围只包括北美和欧洲 但斯托尔滕贝格表示 不是北约要进军南中国海 而是中国正在靠近我们 北约成立最初是为了对抗苏联 随着近年来中国的崛起和积极对外扩张 北约的工作重心正在转向北京 在彭博报道宣称 川普总统三日称双方可能在2020年大选后 达成协议的言论是极尽的 不应被视为谈判陷入僵局的迹象 中美两国正在接近达成贸易协议 作为协议的一部分 双方仍在就关税削减的数额进行谈判 而后美股上涨 终止连续三个交易日的跌势 市场受到有利贸易情景的激励 美国三大股指四日收涨 道琼斯指数上涨147点 涨幅0.53% 标准普尔500指数上涨0.63% 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也上涨0.54% 安联全球投资者全球策略师德温说 坦白说我很惊讶市场还会对这些头条新闻做出反应 就像我们都受到古典制约一样 只要有人提到贸易协议市场就会上涨或下跌 川普12月4日表示 与中国的贸易谈判进展很顺利 他在伦敦附近举行的北约领导人会议上对记者说 我们正在与中国谈判 谈判进行得很顺利 川普的上述言论比他在三日的表态更为积极 川普当时表示 与中国的贸易协议可能必须要等到2020年11月美国大选之后才会达成 这削弱了人们对这两个最大经济体将很快达成一项初步协议 以缓解其破坏性贸易战的希望 导致全球股市三日下跌 弱势的制造业数据也发挥临门一角功效 但是4日的涨势也受到了抑制 美国可能对法国商品加征关税 法国和整个欧盟誓言可能对其进行报复 美国贸易代表署2日公布的一份清单列出可能加征高达100%关税的法国商品 以回应法国引入数位服务税 美国认为这是对美国科技企业的不公平待遇 而英国在内的其他欧洲国家也开征数位税的计划 同时美国商务部长罗斯表示 尽管政府没有在11月宣布是否对欧洲汽车加征关税的决定 但川普政府并未排除这种可能性 德国社民党籍的外长马斯就中国电信巨头华为 是否被允许参加德国5G建设仪式发表意见 他要求设立强硬路线 并表示我们数字基础设施的安全性必须放在中心位置 我们正在制作技术安全性要求新目录 但我认为也很有必要进行政治信任审核 为此马斯认为有必要对法律进行相应修改 一个相应法律草案在随后数周内即将上路 如果审核结论是德国安全利益会受到侵犯 则必须从一开始就拒绝有关公司参与5G网络核心部门 马斯还表示5G将带来数字化新水平 当前的安全法规不足以抵御任何可能的干预 医疗技术自动驾驶或工业生产中的联网 都未能通过5G来组织 硬件和软件供货商都可以造成巨大损害 我们不能天真 这不仅涉及间谍活动 还涉及可能的破坏活动 自数月以来 德国政界一直在就华为是否被允许参与5G进行争吵 华为被怀疑为中国从事间谍活动提供便利 但德国金民级总理默克尔一再强调 在5G建设中 它不会一开始就将某一供货商排除在外 金民盟及经济部长阿尔特曼尔也持同样观点 在问到经济部为什么看法不同时 马斯回答说 因为还有其他利益 我认为这是合法的 华为是一家低成本供应商 当然每个人都希望尽快且高效地完成电网建设 在刚刚结束的北约峰会中 北约领导人也表示做出了重要决定 包括一项确保包括新的5G手机网络在内的通信安全的协议 美国希望盟国禁止华为生产的电信设备 在谈到与华为的合同时 川普表示 我与意大利进行了交谈 他们看起来好像不会继续这样做 我和其他国家谈了此事 他们不会继续了 我们不能损害我们至关重要的国家安全 英国首相约翰逊说 我们也不会损害我们与其他重要的 无眼安全合作伙伴的合作能力 这将成为决定我们关于华为决定的关键标准 美国和中国军方最高官员通话 并一致认为两军应该展开建设性对话 有效管控分析 以及在双方有着共同利益的领域展开合作 这是陆军上将马克·米利两个月前 任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以来 首次与中国中央军委联合参谋部参谋长李作声通话 12月3日 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发案人发表的一份声明说 这两位领导人的首次通话为双方讨论建立一个建设性的 以结果为导向的美中防务关系提供了机会 两位军方最高官员这次通话的前一天 中国政府以美方制定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 严重干涉中国内政为由 宣布从当日起暂停审批美国军舰和飞机停靠香港休整的申请 并视美方的实际行动决定何时解除这项禁令 2016年8月 当时身为美国陆军参谋长的米利上将访问了北京 并会见了当时身为中国陆军司令的李作成将军 中国国防官员们经常将中美两军关系 描述为两国整体关系的压舱石 国防部长魏凤和11月18日 在曼谷会见美国防长埃斯珀的时候 又将两军关系称为两国关系的稳定器 不过美中两军交流与互动常常是两国政治关系紧张时 北京用来表达不满的工具和牺牲品 西藏精神领袖达莱喇嘛访美 香港人权法案获得通过都可以是北京拒绝美国军舰停靠香港的理由 美国助理国防部长帮办五角大楼分管中国事务的最高官员施灿德 11月13日在华盛顿一个论坛上说 中国单方面取消了原本安排在今年进行了多项美中军事交流活动 五角大楼一位高级官员说 中国军方没有说明取消这些两军交流项目的具体原因 但他认为这可能跟美国的一些对华政策有关 美国川普政府2018年推出国家国防战略 将中国和俄罗斯视为美国的主要竞争对手 之后包括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米利上将在内的国防官员 进一步将中国称为美国的头号长期竞争对手 11月27日有中国第一经济史之称 就连总理李克强据说也向他请教的 安信正确首席经济学家高善文 在年度策略会上发表了题为《知之不待的演讲》 表示未来数年中国的经济将维持减速 他以宝斯真武形容对未来十年的展望 有关分析一度在网上疯传 但迅速在网上绝技 受美中贸易战冲击 加上中国以国际民退为代表的改革停滞影响 高善文估计2020至2030年平均经济增速 不会超过5% 甚至担心GDP能否保持在4%以上 高善文表示 当局今年以强劲的逆周期措施对抗经济下行 勉强把增速支撑在6%左右 但随着刺激政策的效果降低 加上内需市场也在减速 明年的经济难以看好 这番宝斯真武论近日在网上疯传 但有关的贴文在24小时内已被全面删除 高善文专注于追踪分析和预测中国宏观经济走势 有中国第一经济史之称 他的言论受到中国机构投资者和财经媒体的关注 备受大量粉丝追捧 据说就连总理李克强也向他请教 2016年高善文曾出席李克强主持 召开的经济形势和企业家座谈会 李克强在今年全国人大会议 把今年GDP增长目标定于6%到6.5% 增长目标下限被形容为近30年来最低 中国独立经济学者龚生凡12月4日说 他对高善文的分析表示认同 认为美中贸易战对中国的经济有很大影响 今年的GDP增速也因而下调 他说假如危机未能化解 中国未来经济增长幅度有可能低于5% 而国家庞大的开支是另一个隐忧 另外中国的财政除了要养政府以外 中国还有个就是党的成本 就是党组织也要花钱来养 这个成本是很大很大的 不能降低成本 那么GDP往上走就是非常非常难了 以感言著称的北京清华大学政治学系前讲师吴强 以自己长期被当局和校方打压为例 认为中国当局一向只容许民间发放好消息 负面的言论往往第一时间被封锁 就算出自有名学者也不意外 这种作风导致民众知情权受损 社会一片繁荣也只是假象 12月3日 中国财政部发布消费税法征求意见稿 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将生产环节的征税后移到批发零售等环节 以此增加地方政府收入 中央与地方收入划分等内容在征求意见稿中皆有体现 贸易战至中国民众失业压力增大 现在税负又要增加 关于税收征管 征收的主体未变依然是税务机关 进口消费税由海关带征 但管理的部分变化较大 征求意见稿规定 纳税人申报的寄税价格和数量明显偏低 且不具有合理商业目的地 税务机关海关有权核定其寄税价格和数量 增加了海关作为核定部门 另外 此前的条例显示 纳税人设计生产 委托加工 进口销售等多个环节 后来消费税征收增加了批发零售 本次征求意见稿统一表述在为中国境内销售 委托加工和进口应税消费品的单位和个人 为消费水的纳税人 随着地方政府财政收入压力逐渐加大 消费税增量部分归属地方是否能为地方财政解渴 北京国家会计学院教授李徐红表示 消费税原属于中央税 根据消费税改革的要求 将收入增量部分留存地方 可以补充地方税源健全地方税系 至于能为地方财政解多大的可 这主要取决于增量规模所产生的收入 对地方的贡献程度 对此新页证券发表报告认为 整体来看消费税改革将扩大消费税税基 增加整体消费税金额 增量部分划拨地方政府 直接拓展地方政府收入来源 该报告同时认为 此次大的消费税品类改革尚未涉及 先行试点的三个品类整体贡献的消费税收入 规模很小 因此行业层面短期影响不大 但随着后续制度推进 会将成本转移给消费者 另外增加税负的同时 中国民众面临失业的压力也曾增加 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 发布报告认为 中国经济成长趋缓压力并没有消失 未来一段时间 中美贸易战演变可能严重冲击中国就业 以上就是本期万维独报的所有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点击屏幕右下方订阅我们的频道 我是Jennifer 我们下期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